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现得更专业 拿到米其林指南服务大奖 她是颜之华的余佩玲经理 大家好 我是颜之华经理彭令 那一次的经验 她不是一个媒体参会 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客人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彼此都不认识 现在回想起来 这个地温水的动作 很符合你的服务宗旨 你说你的服务是不做打扰的服务 而且是适当的接待 这两个对你来说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这个感觉有点像绕口令 但是其实不打扰的服务是 希望不要影响客人用餐的整个体验 那适当的接待 其实这个就 我觉得这个就很像 好比厨师在调味上 过于不及都不好 但是好的sauce呢 好的食材呢 或者好的材料 要如何去烹调她 去料理她 其实就是很像外床 对应着客人 要去怎么样去服务好 刚刚好的状态 往往其实不是代表说 我们可以给客人什么 而给她 而是客人需要什么 我们去做这样子的服务 这一点我想 在感情上可能也是一样 就是你今天很喜欢一个人 很爱一个人 那她需要什么 而跟你 你想要她得到什么 不一样 因为永远她可能是 她想要 就是很轻松的一个环境 但是你给她永远太多的时候 对于她来讲是一个负担 但是她只要一个 就是跟你可以沟通的一个管道 那你今天都不是选择 不跟她聊天 不跟她讲话 永远都是那一个模式 我相信也不是会很 能够可以相处的很久的 今天面对客人 就是我希望是可以给她 她想要的服务 而不是我可以给她什么 这个比喻很妙哦 你用感情来比喻你跟客人的关系 所以你就对待每一个客人 就像对待自己的男友 或者是老公一样 那么的用感情在服务吗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同理心的一个状态 就是可能 可能不会是另外一半或男女朋友关系 他可能是一个家人 因为我常常跟我们的同事 就是比喻那个同理心的状态 他们很难想象什么叫做同理心 因为他们就是 如果是先做对的事情 我们可能就有相当程度的要求 但是如何去做到同理心这一件事情 我会是希望把哪一个客人当成是 他自己的亲戚朋友 或者是他的很重要的人 然后他在那边用餐的时候 你会希望我们怎么去对待他 讲的很简单 但是实际上面 要做到这样的确不容易 我觉得有一些人 是需要在一个职场上 刚开机的时候 就必须要严正以待 但是对我来讲的话 其实老师说我在进入这个餐饮服务业 大概20年了 那其实在这个因缘际会之下 在我之前在打工时期 在我们这个体系之前 我有个认识主厨的机会 在一个意大利餐厅 那时候是主厨的创始店 Papa Mio 那时候我在那边打工而认识了Chef 是李宇军主厨 是是Chef李宇军主厨 那其实他的一个站上的一个态度 还有学习 其实也影响了我非常多 之后呢 我就打工在那个应该一年不到 其实跟他们那时候 只是转转的就是 他去那大学时期打工 那后来我其实不是做餐饮服务业 从事餐饮服务业 我是我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会回来就是餐厅 然后跟大家就是休息的时候 有吃吃火锅啊或者是聚聚餐啊 或者是有时候BBQ 就是维系的一个很不错的情感 这样子彼此 那你是一个什么姻缘 让你毅然决然完全踏入餐饮这个行业 在这个当中呢 其实我是从事活动计划工作 那时候其实呢 工作压力蛮大的 因为我要预期成效如何 在那几年呢 就是工作那几年 其实我会觉得那是一个压力 而且不那么让我自己可以 掌控到底什么状态 那但是我也是学习了蛮久的 其实在这过程当中 我就是会回去餐厅嘛 然后就看到他们吃吃喝喝 然后很快乐的去听法国音乐 意大利生活对话 然后他们就是学习法文歌 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好梦幻 就是觉得当下他们讨论的 居然是这个东西怎么料理 然后这个料理跟另外一个这样子 怎么搭配会更棒 然后那个酒搭配什么 他们的讨论永远是在这边 然后会觉得 哇好开心的议题哦 让我感觉很有距离感 但是又觉得很梦幻 就是很想要成为那样 所以那时候我也去学法文 然后某一年 就是跟他们去了法国 因为他们都是自由行嘛 永远他们都是自己安排餐厅 然后因为Chef讲了很好的法文 所以他就会带着一些资深的员工 然后一起到欧洲去品尝米其林 然后去学习 那时候大概十几年前完全在台湾 在更何况台中我完全不可能有这样子的评见 而且也压根子都不会想到说某一天会来台湾 对那个时候不只是说米其林没有来台湾 可能那个时候的台湾Fight Dining的餐厅其实也不多 其实我觉得到了欧洲就是完全的 讲授那时候的氛围 然后去学习 但是那时候其实不会了解什么样的学习 但是只是感觉到那时候的餐点很好 之外就是那时候比较多像比较Fight的餐厅 无论是二星三星都是比较有一些年纪的老试者 资深的试者去做这项事情 当时候当然就是在我还没进入餐厅之前 我也是一般人那样子 我想说哇怎么有一点就是年纪 然后去做试者 可是这样表现好帅气 好像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管 只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被care到那样感觉 觉得好像倍感尊荣 当下我就是觉得 哇就是虽然那个餐给都不便宜 但是在于我那时候会觉得 好想要可以是做这样这么伟大的事情 后来你从事了餐饮的服务 那你现在回过头来去看 这些欧洲很资深 比较年长的服务人员 他们的价值是什么 他们的经历 或者是说他们这么资深的服务 跟刚进这一行业的服务人员最大的差别 刚进这行业的服务人员 就是可能就是要去面对你对餐点的熟悉度 然后跟对谈上的这些要在训练 那资深人员的部分的话 他可能已经有一定的成熟度了 就像厨师他已经身经百战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就是经验非常的丰富 所以他对于哪一种食材拿到的时候 他知道要去怎么样去烹饪他 那其实资深人员就是有这样子的魅力 因为他知道说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还有很多的应对上 应该要怎么去恰到好处的服务 才是很让人家觉得舒适的 不会觉得会有压力啊 或者是过多的 那你觉得比如说在台湾 你可以做到非常的资深 甚至很年长还在做第一线服务吗 在这样的东方的社会氛围里面 其实这个就是可能一些想法跟观念上 可能去做一个调整吧 因为其实服务 如果是餐厅的服务 其实不是一个让人家的刻板印象 是个端盘子的角色 对 我觉得这个误会很大 对 它是一个其中一个项目 它可能端盘子是一个项目 但是如果到了一定的那样子 其实我觉得端盘子是一个学问 那个盘子呢 我也不知道其他人的 莫生人帮我拿那个盘子的 因为我担心他会 他会 他的动作不对 他会伤了自己或者是影响到客人的一个安全感 怎么说安全感 其实你有没有可能有一种体验 就是你当你在用餐的同时呢 你面对了一个很像很生疏 去拿那个餐具刀叉的人 跟一个你看起来 他的动作其实还蛮利落 然后不会让你担心 那个刀叉会不会落入你的眼睛旁边 或者是掉到地上的感觉 对 那种 那种tempo或者是他拿的姿势 歪歪扭扭的那种样子 你会比他还更紧张 是 熟悉度的问题 对 那种就是无论资深人员或者是心境人员 就是要一直不断的 透过练习去做这样子的事项 今天一个 maybe他已经是资深人员了 但是他已经不熟忍这个动作的时候 他还是会非常大的 我讲的tutay这件事情 就是会 因为他可能比谁更有自信 但是他不常去碰这件事了 所以他那个手感 跟服务起来的整个流程 动线就已经不大对了 所以他会比常常去接触这样子的状态 会更容易有错误 因为他以为他可以 就外场服务 他也是讲究这种手感的 是啊 这个是一个routine 我们讲的常规一个一直不断的 你可能每一天都要刷牙洗脸 你觉得它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 常常的形态 所以你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 让你觉得累人的状态 你觉得这是心境上的不同 因为你今天可能去倒枝香槟 或开枝香槟 那我们在我们 sommelier来讲的 sommelier就是常常在开香槟 开白酒红酒 我们已经常常习惯了这个动作 但是如果你偶尔没有开香槟 然后你就忘记那个手感的时候 你下次再开的时候 你会可能会有 比较我们在讲 比较fine dining的服务情境之下 可能会啵一声很大声的吓到人家 不是那么标准的一个状态 当然不是说特殊场合一定要一个声音 就是大家很开心 就是需要那个声音 就是会打扰客人 或者让客人惊吓的状态去服务 那就是没有去常练习这个动作 刚刚提到说开香槟 在我们印象当中 开香槟就是那种庆祝场合 就一定要把它大声的 让它那个瓶塞这个冲出来 然后气泡跟那个酒一起这样流出来 但是在fine dining餐厅不是这样 对不对 在fine dining的餐厅 可能就是要 我们讲的比较标准的 那个声音呢 我们在酒界那个叫做少女的叹息 少女的叹息 这个有学问 那种声音 就是可是要从少女的叹息 我们那个术语了 就是要有那个标准的声音 因为总是要对那个声音 有一个规范 或者是一个专业的叙述 所以我们那个是叫那样子 那当然可能有一些婚礼 或者是节庆 需要要一定要那个 bock的这个声音很大声 可能在一个庆宫宴还是什么 那还特别需要帮香槟摇一摇 摇晃 对对对 但是如果在fine dining的场景之上 我们必须要稳定那个香槟 必须要让他在 不是这样子被摇晃的情况之下 去做surf 对那 呃 他的温度啊 还有他的状态 我们都必须要去care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行业 就是会有他的很多 大大小小需要去关心的 即使说端盘只是 我刚才说是一个项目嘛 嗯 那其实就像医生 他的title是医生 那他可能需要准备很多的 手术房的刀子 嗯 那护士需要准备很多的针筒 是 不可能说他是拿针的 不可能说他是拿刀子的人 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title去被 放上去 还有我们的image 说哇他好棒哦 他就是律师 他就是医生 嗯 但是呃 有一点点小可惜就是 其实适者 这个服务人员哦 这个适者 就是有被发现 然后有 就是当然很开心 就是今年度有这样子的 今年跟去年度有开始这样子的 对外交 对有这样的奖项会有一个肯定 那会特别是需要就是重视 客人整个用餐的一个体验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家很感动的 因为可能我们那时候不会知道会有这样子的 就是这十几二十年来 不知道会有这样子的想象 突然有一天突然哇会被受肯定 那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平常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但是有被重视到了 就会格外的感动 是因为米其林指南这样一百多年来 或者是说他给这个新级以来都是颁给餐厅 然后可能上台去领奖的都是主厨 所以这种不管是外场的适者或者是一些像今天也有班试酒师这样的一个个人奖项 其实是最近才有的 是我觉得这一项这一项真的是让我们无论是不是从事餐饮 其实这是鼓励全台湾的服务业 因为可能你今天是一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 但是你有没有很细心的去帮人家去做加油的这一项事情 还是你可能没有在复述人家的项目 那很随便的就跟人家跟其他工作人员在聊天 还是嘻嘻哈哈 然后完全不会打理你服务的客人他需要打统编吗 还是什么的 或者是有一搭没一搭 然后再问你第二次第三次 你刚才再讲一次你的统编 这会让人家觉得你没有敬业 你没有去把这个当一回事 就会有一点点遗憾了 讲到这个敬业啊 你一开始说你会把客人当作家人 甚至说另一半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来 好家人 不一定是另一半来对待 有的时候这种服务的 你会觉得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特质吗 个人特质 还是说你觉得这种敬业的态度 对客人像家人一样的这样对待 是可以透过教育训练来养成 其实我觉得 当然养成同理性这件事情 是需要经验上去累积的 那如何做好的服务 那与其做好的服务 我是希望鼓励现在的无论心境人员啊 还是已经做很资深的人员 我是希望刚开始的时候呢 是先做对 先做对的事情再求好 什么样子叫做对的事情 对跟好的差别又是什么 感觉都一样 你先把对的事情先做好的事情是说 你要一些专业上的知识先的培养 然后去很多的自己要学习如何当什么样客制的客人 比如说我是在美食餐厅 我必须要很享受 就是知道我这样子客人需要什么 那或者是我今天在美食餐厅 主管一直要希望我们要很欢乐 我就欢乐不起来啊 怎么互动 那就是要去学习 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很有趣的 那你今天你在哪一个场合 必须要去学习当哪样的客人 你希望是别人如何去对 就很像一个镜子一样 你希望是如何成为那样被服务的状态 或者是你要当那一个客人 那你要希望是找到是什么样的服务人员 你会是你要成为那样子的人 会不会很老口 这个在我们一般的客人 其实我们并不会想这么多 美食餐厅 法国的Fight dining餐厅 所需要的服务的整个氛围不同 这个我觉得这个很专业的分析 有的时候呢 餐厅会有就是我觉得刚刚提到就是过于不及都不是那么好 其实就是服务就像调味一样 适当的调味会让人家觉得很舒服 过度的调味就盖住了食材本身的风味 所以我们外厂人员如何像厨师们怎么care好自己的料理 就如同我们如何care好我们自己的客人是一样的重要 回到刚刚讲的对跟好 我还是想很想弄清楚这两者的差别 比如说我是颜知华的外厂的服务人员 我要把一盘菜从出菜口端到客人的桌上 做对应该是怎么样的状况 那做到好应该是什么样的状况 是我们从出菜的时候呢 我们就接到那个菜 我们需要基本训练练习 知道说这个菜里面的菜是内容 那你要怎么去介绍 它是来自于哪方面哪边的小农蔬菜 那是有什么样的蔬菜去做side dish 那这道主菜的部分或者是沙拉或者是前菜 这个主厨要表现出来的presentation的想法是什么 我们要把主厨很辛苦的设计好这道菜 去传达传递给我们第一次来用餐的贵宾 或者是贼迹所表现的是什么 那要告诉我们来用餐的贵宾 这样子才不会变成是 确服他很认真的设计了这个菜 然后客人就是自己可能是想象说可能怎么样 就像我们去看一场电影 那我们可能从电影当中可以感觉出 导演是什么样的风格 但是如果你没有透过介绍 或者是我们去看剧场来讲的话 我们去看一些表演 要透过一些表演 我们知道它里面的故事情节 那当然演的时候 我们才不会有过多的揣测 或者是没有听得懂导演想要表现出来的东西 那就会变成是因为日人嘛 就会有各种不同的想象 当然想象也很好 因为可能后来我们传达完这个菜色 这季的Chef的餐点是什么 那客人会给我们更多的想象力说 这会让我联想到我在哪边用餐 或者是哪一个味道也很好 就很多的feedback 但是你没有把这件事情传达给客人 只是一味的 就是要菜是什么菜 然后就离开了 客人就 那我就看菜单就好 所以我就直接看菜单 不需要透游人来告诉我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传达做对 就是怎么样好介绍完这个菜 那我上次我是个客人 我想要知道 这个萝卜是来自哪里的萝卜 那如果你没有经过你做对这件事 所谓做对就是基本的训练 我每一天要背说 我常常今天来的海鲜是什么 我今天准备的蔬菜 Chef准备的蔬菜是什么 它来自于哪里 那我先把它都完全的了解 可以跟客人分享 这个是应该要做对的 而不是说我再问一下 客人透游你这样 你一直在问一下 就会变得 哇好像什么事情都要问一下 就会觉得不是那么的专业 不是那么的敬业 因为你每一天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为什么不知道 可能我今天才刚来上班这样 所以刚来上班 陈宇你已经不是担任过服务生 其实是刚来上班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实习生 他可能会固定去做一些周边的 等到他可以去介绍菜的时候 才有办法真的上场 而不是你只是会端盘子 你就可以去接触客人 感觉要做到对就已经这么难了 那做到好还要有什么样的要求 做到好的话 就是要把对的事情一直一直的练习 平常基本的训练 那些训练完成 就是已经是让你是 不会让你有压力的 比如说你倒个水 你不怕它溢出来 你介绍个菜 你不怕你咬螺丝 那这些事情 哪一项的这样子 大家会问你 然后你不会被问到的 这些都是做对的状态 做好的话 就是当然就是稍微进阶一点点 就是可能就是你的 我觉得情绪管理这件事 我倒是在我的工作的状态 我都不会有需要特别这样 因为我在工作的当下 就好像是在充电 我不是觉得在消耗电 我觉得每一次就是上班 我们上班之前会有brimping 就是一个会议 无论是工作前工作后 我们大概会brimping的状态不一样 那工作后我们是会互相去讨论说 我们今天可能需要改进 或者是今天的tempo 哪些需要去注意的 这个工作之前是会讨论 今天准备的食材 然后今天的酒我们会有准备哪些的piring 然后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些状态 或者今天要care哪些 就是食材上有禁忌 饮食禁忌啊 或者是庆祝啊 或者是有特别要吩咐我们 说他是客人不能让 他是主人不能让客人付钱 这件事还是有特别的助记这样子 这些都是我们会每一天这么做的 我是一上班就会真的会很亢奋 很开心的就是就会 但是这很像迎接我的就是朋友要来的感觉 所以不会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压力 反正我就是每天都很期待就是上班的状态 所以这是你个人比较特别的一个特质吗 比如我相信人都有七情六欲 那每一个人可能生活中都有一些 不这么顺遂的情况 比如说被主厨骂啊 或者是说昨天晚上跟老公或老婆吵架啊 心情不好 但隔天我还是要笑眯眯的 很和气的面对客人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难的一个挑战 或者是修炼 你都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嘛 心情不好 但是我还是要必须很适当的提供我的服务 很少有这样的状态 可是如果是真的有在是身体状况不佳 就是真的感冒不舒服还是什么 就没有办法像我那样的 平常很开心快乐的那样子 难免会有 那当那时候可能就会去调整 就是状态是尽量 当然就是尽量去 去让自己去做 可以看到客人的状态之下 让我们第一线的同仁 就是去做最佳状态的服务 那我会也会要去看 因为我自己就觉得很像一个指挥家 我需要每一天哪一个声音怎么样 然后那个声音发出来的时候 我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我是可以知道是怎么发生的 我不会说坐在办公室 然后期待会什么 因为我觉得那是不同的情景 因为客人用完餐 用餐之间会有一些的回馈 那时候我们当下会有什么 好的也有 不是那么的正常入餐 情况之下会有的反应也好 或者是会有一些突发状况 那我们会怎么及时 以我们有的经验 去分享给我们的同事 讲到这个我就很想问一下 当然我是比较失礼的问 用我的话来讲的话 就是你们怎么处理 所谓的奥客 或者是讲比较委婉一点 有些不符合餐厅或者是一些餐厅常规的需求 比如说可能在餐厅里面常常会碰到客人 跟你凹说开瓶费 可不可以不要开瓶费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你们如何在这种不失优雅又不失餐厅尊严的前提之下 但是又不要得罪客人 这个你们怎么拿捏啊 其实这个我就觉得要回归到我们的专业 就是今天当一个 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会要求 就是来这里开瓶的人 就是会是来这里开酒的 就是把它归类是那样 那奥开瓶费这件事情 可能就是有不同的解读 当客人带了一瓶酒 那可能是有年份 那可能是一个特殊的酒 那一种酒的话 我会先看的酒标 我觉得一定很特别 那会询问卫兵说 我是不是就先可能decan问题 或者是说建不建议他 让他在稍微病一下下 因为是完全的常温还是什么 我会是以酒的方向去询问客人 那客人会是告诉我更多资讯 他说今天是我跟我太太的 这个是我们那时候交往的那一年 那可能是1980年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今天是结婚纪念 可能那一瓶酒会对他们来讲 会有一个特殊的意义 那我就会从这个角度 去知道一些informations 那我就知道 那原本上这太棒了 那首先我会先让他知道 我有care他的酒 而不是看到每一支酒 然后我是带这支酒来的人 其实我的主人 我也会是看试者如何看我的酒 我会看他有没有专业 然后我再决定说 我这支值不值得在你这里 被你收开瓶飞 有些时候 我觉得是一个 就是一个禁止 当你是很真心诚意的 去对待他的状态 拿来的状态 然后或者是 今天准备了哪几支酒 那我大概是怎么样子的服务呢 那我们可能会有开瓶费的charge 这样子 那他会说 没问题 他yes or no 那他说 那我不想要让你收开瓶费 那我可以跟他说 分享说 那今天贵宾是带红酒 那我们在餐前之前 可能会比较多 竹菜之前会比较多 蔬菜或海鲜 那我会建议搭配香槟或白酒 哪几个白酒或哪一瓶香槟 那有没有可能考虑 那我们可能酒的部分的话 去做游会 或者是不用收那么多的费用 让他有一个选项 那他知道说 第一个他得到资讯 你们这里是要收费的 第二个我如果选择其他的酒 那我可能我这瓶就 也很开心的打开 但是我可以有其他酒款 在我前面去做搭配 那不会一进来 我拿刀你拿什么的 跟你拿盾牌就开瓦了 就直接对立起来这样子 对我觉得有些时候呢 可以不那么的直接是对立的 你要是与专业去分享什么 让主人家也得到你的一些资讯 让他知道说 这里的规范大概是怎么样 抱歉那我今天我带了红酒 那你就帮我搭配个香槟好了 比较容易 那也大家都开心 那我们会觉得 很好啊没问题的 那我们去直接 不会去针对一支酒 然后是否被凹开瓶飞 然后去增值这样子 觉得这个就是专业性 你要去怎么去面对 那你今天Surf的酒杯 今天他带了五大的酒 你今天准备Burgundy的红酒杯 那他里面是波尔多 酒杯不对了 当然让那个主人家 哇这个是怎么样多 怎么样的酒 你今天准备什么什么 你要这样子还要收我开瓶费 当然就是就变成是专业度 还有可能需要去做调整 的情况之下 那你怎么要要求 他是不是等于我们觉得 所谓什么奥克 你今天的Surf就不对了 没有这一种问题 因为这建立在于自己要 本身餐厅需要去做一些方面的检讨 所以Perry你很理性的看待服务这件事情 或者是看待所谓跟客人这样互动 沟通的这个过程 对啊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很有趣的 有些人说需要去看一些 就是心理学 需要了解一些心理 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同理性 你会得到很多的答案 因为你要去当那个客人 你就会知道你要的答案是什么 如果有一个状况 我跟我老婆 陈居你身边好多状况 这一集我问过很多的嗜酒师 我想要听你的答案 延续着刚刚那个情景 一瓶客人跟着他的太太 拿着一瓶1980年的红酒 拿着这一支红酒到炎之华 然后说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 那我要开这一支 我们结婚当年年度的红酒 但是你一看他带的酒 发现他这一支酒 跟主厨这一季菜单非常不合 但是这酒对他们来讲 是意义非凡有纪念意义 你会怎么处理 是如果是在命理上 是相克的状态 他可能吃到柿子配到毛蟹 这个的状态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问题 那这个状态我会先 我不先预设立场 觉得他要捧毁如何 但是我可能请他 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红酒 试试看 我今天可能不会是在煮菜的时候 去做安排 但是我可能 因为这一点就是我们厨房团队 我就说这个团队是所以的重要 这是我们要彼此的沟通 然后去做 就是团队给我很多的力量 还有很多的协调 他们也不会对立 就是或者是不协调之情况之下 我硬是要怎么样 所以Chef也了解蛮多久 而且他也是酒的爱好与收藏 那他会了解我们的一些想法 这是很好沟通的 所以我会先一些资讯 我会比如说这一支酒 他的菇类的味道风味 或者是他尾韵 因为他的尽导年份 他可能会有一点点 他梅子 乌梅的风味干嘛的 我会把这些note先写下来 看能不能搭配一些野菇的这样子 清爽野菇或者是哪些 或者是前面的前菜 可能会需要是有点butter 或者是什么的 我会先把我知道的可行性 先告诉厨房团队 看他们有没有办法 帮我去做部分的酱汁调整 那我不会对于他这一支酒 一直觉得他跟我们不合 我会想办法去让他觉得 这是哇 然后可能他真的觉得 整个餐期用下来的时候 他会觉得 哇前面的菜刚刚好 都搭配我带来的酒 那是大家是最开心的 因为我们的酱汁 已经帮他做微调 可能我们今天在菜单上面 没有的酱汁 但是我为他做这件事情 那不是两个皆大欢喜 他当然这一支酒 可能老久了 那如果有需要再更浓郁 搭配主菜 这让我们知道 但是在这个前菜 主菜之前的前菜 或者是其他的料理 他都有搭配到了 那也是非常好的 那他今天两个人 没有办法完成一瓶红酒 或者是哇 今天搭得太好了 就胃口整个打开 那他可能再搭配我们的主菜 红酒 再来一瓶之类 或者是再来给我一杯 哇多开心啊 我发现我的设定的各种困境 都难不倒你 因为我觉得是 有没有要去解决这件事情 或者是有没有办法 去面对他这件事情 而不会是觉得 这都是困难 如果当一个事情出现 然后你一直觉得 不对 这不是我们例行的状态 这不是怎么样 这不应该怎么样的时候 那已经很多的 不是那么好的状态 也在等着你了 你会有把问题 又丢给客人 那客人不知道 他该怎么办 因为只有我们最了解说 我们可以怎么做 那今天你带了 那么昂贵的酒 刚开始也说 可以收开瓶费了 那就交给你们吧 我就会放心了 你今天又把你菜 没有办法搭 告诉我 那我能够怎么办 我要是客人 我要不就好 那就这样 就直接客了吧 我也不知道 我该怎么办 不就已经有一点点 刚开始就有一点点 不是那么愉快了 从刚刚的这几个例子 我发现 对你们的 或者是说 你的服务的哲学 其实是保持着 很大的一个弹性 或者是可以容许 更多的讨论的空间 而不是说 行或不行 可以不可以 是 但是在这前提之下是 我也没有办法接受 就是我可以做到 我可以去做哪些 我觉得可以做到的事情 但是还要要求我 再做更多的时候 那样子会影响到 我们整个团队的作业 更多的时候 这一点就变成 too much 我会适当的就会说 可能没有办法 我也会说 那希望他能够 谅解 大概来到这边 已经用才蛮久的客人 或者是刚开始 被我服务的客人 就是他们会已经跟我一点点 知道我的 所的范围 大概会是 是什么样子 他们不会太夸张的 对我们 所以他们会 很好地知道说 我今天带哪些 或者我今天不要带 我平常都习惯带 我到你们这里就特别不带 他们会告诉我 他们平常的习惯 那我今天去帮他们去做 为他们去做一些 pairing的事 想让他们很安心 他们就不会想要 谁想要大老远 然后再带 比如说台北来 高雄来 然后台南来 然后自己大老远 就带一个香槟跟红酒 这样是不是很累人 一定是在建立 在情况之下 很多数是 我不知道你们酒的项目 是什么 然后或者是你们 餐酒搭配 是不是可以让我觉得很开心 是不是真的很好的搭配 所以才去做这样的事 那如果已经有来访过的客人 其实他对我们 已经有相当的信任感 放心交给你们 那柏林你的底线在哪里 有哪些事你觉得你不能容忍 如果我觉得是建立在于 人跟人之间的尊重 就是可能今天我自知三人员 可能我的脸上还是那样子 看起来有点点 不会想要对我欺负我的样子 那可能是对我们的同事 比较年轻的同事 那会有一些言语上的没有很礼貌 或者是接触 那时候或者是用手指那些什么 就是打响那种服务员 还是什么那种样子 这个不可取 我就会请他们退下 老姐姐我来 亲自书嘛 我就会永远是站在同事的前线 去做这件事情 我就不希望他们去接受到是这样比较 不是我们平常的会遇到的客群 因为我觉得当然在我们言之话 我觉得非常的幸福 就是已经来的贵宾们 大概非常正面的心态 就是来庆祝的 或者是来享受美好的餐点 那种心境跟你一进来 就是要抱持着很像要生气 或者是情绪很多的那种状态 很少 我们在这边大概都会是很好的 95%以上 偶尔会有那样子的情况之下 大概几年来一次吧 那种情况之下 我就真的就没有办法 我就会直接去 然后当然他的心态 如果心境什么样子都不满意 或者是连还没倒水 他就已经觉得什么都不对的时候 那我可能会去做一些处理这样子 看是不是今天先不来用餐 下次有机会让我们服务 因为他可能来的时候 就说我今天肚子痛 我能够吃什么 来找茬的 就是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 那在他的感觉里面 他不觉得他自己在有一些不对啊 因为他就突然肚子不舒服 那他能够吃什么 但是他已经跟朋友约了啊 但是又加上他心情不佳 所以我们可以给他什么 这样 类似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也是要去适当的面对 去知道说怎么样处理 这些东西都是要经验的累积 才不会太直接的去得罪 或者是让客人不开心 我好处想就算我肚子不舒服 我还是坚持要来吃盐之滑 就代表说我对这些餐厅的非吃不可的这个程度 其实很多这种情境 我都觉得很有趣的一些学习 我会把不好的 就是或者是让我挫折的状态 当成是我真的要努力 下次改进的目标 那会把我今天很好的回馈 我也不会太过于觉得怎么样 或者是会跟同事们分享 如果他做了哪一件事 我觉得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我会私底下会告诉他们 我不会当着Bringing的时候 然后去谴责这件事情不好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尊心 每一个人都会想要做好 但是当他没有做好的时候 他如何觉得这件事情没有被做好 那我会以我的经历告诉他 当你刚刚那样子 可能会酿成什么样的状况 或是会被解读成什么样的意思 就是他可能用词上 可能没有那么的委婉 或者是太过于硬邦邦 感受上不是相互硬的 那会怎么样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 应该说年轻旧群吗 就是他们的讲话方式 就可能前面就是忽大忽小的声音 或者是从此不清 或者是什么 其实这个都是可以训练的 彭莉你对于不同世代的服务人员 你有没有一些观察 比如说你的这个世代 跟比你年长的世代的逝者 或者是说比你更年轻的 可能25岁到30岁 这样一个年龄层的服务人员 大家的成长的环境不同 时代不同 对于每个人的个性的养成也不同 对于这种服务的心态 或者是说特质也会不同 比如说我就会觉得说 你对于跟客人的应对 你中间的弹性空间是比较大的 可是现在可能有更多的 比较年轻一点的餐厅 他们有非常好的SOP 我们餐厅的规定 这个不可以 很抱歉 然后就是不可以 不同世代 我觉得会有对于服务 有不同的想象 当然这也就改变到 就是一些训练的时候 我可能给同人之间 同事之间 年轻同事之间 他的应对到什么时候 我可以有给他什么样的权限 因为大概如果说 那个不可以 这个不可以的情况之下 多半是建立于 他如果允诺了说可以 或是去做 或是迟一做哪些事情 哇糟糕 等一下一定会被骂 是 我们也要站在他们的立场 去想着他为什么不可以 要不就是他知道公司是可以的 但是他说不可以 是不想要解决问题 第二个就是他权限不够 他当他面对客人的时候 他权限不够的时候 他当然先说不可以 但是我会把这个不可以 化成是 就是待会询问主管 我们再向贵宾宁报告 让客人也不会说 直接的被说 no 客人其实他会反映出 刚刚东西都很好吃 我为什么没有吃完 只是因为太多了 我刚刚面包不小心去了 就加了太多了 那他可能回应回来的 告诉我的原因是 客人吃不下 那你会再更多的问题 问客人说 为什么你吃不下 但是他没有把说 他刚刚面包吃太多 那他会说吃不下 是不是我们要准备 在其他的东西招待他 你们一般人会说 他已经吃不下 他招待什么了 对啊 我都吃不下了 对但是他会 他们有些人会解读成说 他不喜欢那道菜 所以他吃不下 所以会我们 我们也要透游说 我们在现场 是不是真的是吃不下 还是客人 只是客气说 我吃不下 我们会要去了解 真正的一些feedback是如何 可是这种感同身受式的 这样的服务 我觉得很难 你是如何去知道 客人的需求是什么 你会通常会去观察哪些事情 比如说为什么我一咳嗽 你就会把温水端过来 而你不会想说 我要把水端过去吗 这样会不会 他说不定他没有需要 亚洲人 应该是日本人除外 我们如果是咳嗽 是需要热水 但日本人就无论如何 他就是需要很多冰块 然后冰水 你那个时候你再给他 他就说你要干嘛 如果真的那样的话 除非他是真的有这样的需要 否则我们不会SOP 就全部都一直咳嗽 都给热水 这样子习惯不同 他们会觉得也很奇怪 这样子 那我们会是 第一个当然是知道是商业 商务场合啊 那一桌坐下来客人 就我们大概就知道说 我们要不要去做一些 什么样子的服务 那他是商务客人 他是家庭客人 那他是男女朋友之间约会的情况 那如果约会情况之下 女生已经穿着了很盛世 然后很美丽 那我今天再去找一个非常美丽的逝者过去 然后对着他男朋友那边一直很开心 真的你们连这个你们都会想到 对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们就可能会去找一个 比较不会让他们彼此会不舒服的逝者 我好惊讶 就我没有想过这个事情 永远服务也不会是一直 朋友去服务都很开心 有的人觉得 朋友那样子可能太 就是看一些场合 他们可能刚开始来 也会觉得有压力或紧张 所以你们在服务 比如说不同年龄层的客人的时候 年轻一点的客人 或者是年长的客人 你们会有不同的应对的诀窍吗 对大概会从他 就是刚开始坐下来啊 然后他们是什么场合 然后或者是他们的言语之间 他们是比较轻松一点啊 或者是比较不要开玩笑似的 或者是他需要轻松一点的样子 不要那么拘谨 所以他可能会跟你开个两三句玩笑 哇你们今天 哇你们的人缘都很帅 你们都很漂亮 那也不可能没有回应就 谢谢 然后就走了 句点王 等于对完全句点王 那样子会让人家 什么这里 这么难聊啊 他们只是可能比较 有一点年纪的夫妻 然后他们想要找人聊聊天 或者是讲两句话 那你就句点他了 那他们从头到尾 两个人也都没有更多的聊天 那不就是有点冷的状态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一点功力的 不是什么话 我都能够接上聊个两句 我觉得这是需要功力 陈宇也是句点王 我很怕 不会吧 我觉得可能会以至我稍微淘侃一下 就可能除了我以外 可能其他的颜值都还蛮不错 那我是稍微只要资深一点 然后才能留一个饭碗之类的 很厉害 你是高手 没有是稍微自我 好看也不方便讲其他同事 比如说他问其他同事 哪一个帅哥他结婚了没 哪一个女士他 那个就是别人的那个隐私 我们不能帮其他同事回答 那可能待会您可以直接去问他 询问他如果他愿意的话 那像这种都是 我觉得是互相的 因为就像别的客人 可能好奇某一几个客人 哪里看过 那会希望透由我们知道他的身份 或者是他姓什么 那这一点就不对了 因为我们要尊重隐私 是是是 我们不可能这时候就跟着 哦对啊 你也觉得他哪里看过 他姓什么什么 那这样子就不是我们这样子的餐厅 应该有的 或者是他们彼此认识呢 他问说他来这里几次 或者是他常常来吗 所以这是属于我们服务的专业 客人的隐私这一块 对因为其实呢 就是亲切与随便 就是一线之间 有些时候呢 你太多亲切 但是忘记了 你太开心了 就变不对的情境了 那就会在那一个场合 就变成不是很恰当 例如我自己去别的地方用餐 那遇到熟悉的外场主管 那他太开心了 那于是后来就是坐下来 或者是蹲在旁边 一整个餐期一直聊 就我们忘记我们要吃餐 跟情境二不一样 情境二就是我们看到 虚寒温暖一番 然后接下来我们整个餐点 用完的时候 然后他问说方不方便 我们都来了 是不是方便 坐下来一起聊聊 是OK的 因为我们已经用完餐了 没问题 我们有时间就很开心 遇到老朋友 遇到好朋友就聊天 但是你在用餐过程当中 这样子变成是我们的压力 就变成对啊 他是好朋友 老朋友了 那是不是就是一起要聊 那拿个酒杯一起来喝 真的当下就开心的一起喝 但是就变成我今天 有带其他客人的时候 我到底是要面对这个服务人员 还是要面对我带的客人 我觉得这有的时候很难拿捏 就是可能服务人员觉得他很亲切 但是可能对在客人看来说 你是不是嗨过头了 我跟你有这么熟吗 每个人不同的这种感受 会造成说 我要在怎么样不同的客人 不同的气氛之中拿捏 刚刚好不会太过 但是又不会觉得说 我太严肃 很难聊 这个是经验 还是说我们有一个原则 这个就是原则与经验 两个都与同事兼具 原则之下 就是让客人在完整的用餐玩 用餐体验完 再去做哪些方面 我们刚才说停经 就是他整个餐点都用完 不影响到他的整个用餐的节奏 跟时间 那又可以在当中的时候去做某些 比如说某一道菜就是 那边主厨的招待 然后特别为他准备 那时候当然熟悉的 适者出现是最开心的 因为给自己足够的面子 然后怎么样 就会觉得 哇 你看我这个跟这里餐厅多认识 多好 然后他们都认识我 然后给我特别的 对 那样的情境会觉得 哇这个跟你们不认识的真的就是要透过我 你下次会有一些特别的感觉 很像来自家的感觉 就会觉得有个熟悉感 而不是你去了一百次餐厅 那一百次餐厅就是完全的 不知道你是谁 对 然后SOP很好 但是就少了一点什么样的感觉 就会觉得怪怪的 是 就很像去素食店 就是所以说随便跟亲切 就是一线之间 所以这个是在建立在有原则的情况之下去做 我们说现在的餐饮业 大家都在缺工 餐饮真的是很辛苦的行业 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 所以你觉得外场服务的成就感是什么 支持你一路走到现在 走了二十几年 成就感在于让客人有很完整的服务的体验之后 他们会把你当成是熟悉的人 熟悉的朋友 甚至是会有很多的事情跟您分享 无论知识上的 无论是生活领域上的 它会有很多的分享 让你会觉得 哇 我得到的东西会比别人好像 不是单单只有做工作的一件事情 我会有很多的参与 然后就像我这一次得奖 那很多客人呢 是在于 无论是在家里用餐 看电视 或者是什么样情境之下 他们甚至还有那种激动到标累 然后或者是 没有没有就是或者是有爷爷奶奶就是会大叫 哇 这是朋友 那种很开心 你觉得会有那种欢乐感 然后或者是很熟悉感 然后很多的那种祝福 你会觉得哇 我何德何能有一些累积那么多的好朋友 然后朋友客人 然后去跟你有这样子的关系 然后他们都替你开心 然后会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成就啊 就会觉得当下做的过程当中 你不会觉得某一天会有这样 但是真正这样子的时候 你会觉得哇 真的我甚至成语 你看我之前也跟你不认识 然后你也告诉我你的经验 我也觉得这也是我的成就 因为我跟你不认识 但是你居然对我还有印象 真的是非常专业的一次 我被服务的经验对印象很深 是就是这样子的回馈 就让我觉得很感动了 就是你对我有印象这样子 然后我也觉得哇 我不是一个路人家 你今天来严世华用餐 然后有记得我 然后很好的用餐体验 然后会想要再回来 这一直都是给我们很正向的一个支持跟鼓励 专业的餐饮服务绝对是有别于我们平常的对待 然后其实客人都知道都记得 所以我也鼓励就是各行各业的服务业也好 就各行各业的人 就是真的就是好好的专业你自己的领域 然后去做好专业的事项 然后才有办法再进而去更多的 除了专业以外的更多的收获 那你会鼓励更多年轻人加入外场服务这一行吗 虽然他很辛苦 是啊 其实在台湾也好 在整个亚洲也好 我觉得我们 尤其是台湾人的特质 就是热情 然后很善良的心 这一点我一直都是觉得 这是我们很大的优势 所以同理心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难去培养 只是当下你没有做出你的专业度 你一直是做这个错误 做那个错误 然后一直被负面的去看待说 你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然后无论是客人 无论是主管 你没有做好 你应该做到的事上 你不可能在期望 你有更好的下一个阶段 比如说我每一天就是希望 我跟我客人聊天 但是你不在专业上去做精进 那客人跟你聊天 其实只能是闲话家常而已 他没有办法就你的专业领域 去得到更多资讯 那就会觉得你这个人 其实是很boring 聊天打屁 就没有办法在你的职场上 去做一些应该有的表现 那无论如何 或是可能像不一定是四九 你可能你喜欢煮咖啡 那你在这个餐厅当中 你又会煮咖啡 可能客人来到这边说 那谁谁谁 请他帮我煮个咖啡 他的咖啡特别好喝 那你会觉得 哇很开心的 那个同事就会备受肯定 然后觉得 哇我的咖啡就是他专属 他就很有自信感 所以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的情况之下 去做一些延伸 而不是一直希望一直跟客人聊天 是 这样子就变颠倒了 专业的分纪还是要拿捏好 是 然后又不要成为据点王 但我觉得成为据点王之前 就是可能他会有一些害怕自己长错 然后自己表现不对 所以才会是减分 他不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多讲一句可能是错 那有些人的确也不适合 因为有些人可能 讲话方式不那么适合 那他一直要去接话 那样子会变成也不是很好 有一次去某一间餐厅 然后去点酒 那当然我不了解那间餐厅的酒的搭配如何 但是我想那么多人 然后以很多都是海鲜蔬菜为主 那我就点了一瓶Shadownet 然后于是呢 就是他们当天的Sommelier呢 就出来了 就说 哦我知道你点了那一支很好啊 但是你知道吗 到处都是Shadownet 那你要点这一支吗 就感觉好像渐渐的说 你懂酒的知识很少啊 你怎么那么无聊 点了一支很像很normal的那种Shadownet 然后你会当下 哦不然你有什么特别建议吗 那他就会再讲 哦我们这里有一个 虚弄不弄的 白丝男的白酒 他们有销售压力啊 哦好啊 嗯对 我说哦那很好 那就准备那一支 然后他就说 哦可是我们里面那一支没有 你会觉得 那你到底要表达什么 那你到底想要讲的是什么 那我酒窖机里面有一支单杯的 你要不要试试看 那我就会说 哦那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去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时候 太多的自信 但是变成你要准备好啊 你确定要有 甚至你不用去数落 客人 今天可能那一支酒真的不搭配 但是你可能会明示暗示说 可能有哪一支的Shadownet也很好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 那会说哦好啊好啊 就是一种技巧 对不对 对但是你不能用你的自己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你可能是一个专业的嗜酒师 然后去说你知道吗 到处都是这一支品种 这葡萄品种 这是不是很专业的回答的 但我不会有特别多的情绪 因为我大概知道说 大概可能就像您刚才讲的 是不是有销售压力啊 会不会是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这样子就是NG版了 就是不是那么的恰当 服务是将心比心 不是一味追求 我可以给客人什么服务 而是客人想要什么服务 服务人员看中自己的专业 客人也给予应有的礼仪跟尊重 才能滋养餐饮业 往更正向的方向发展 这是颜之华 余佩玲经理的服务哲学 今天谢谢佩玲经理 来跟我们聊餐饮服务 也谢谢听众朋友 陪我们到最后 再见 Masih Au revoir 上网搜寻vip.udn.com 到联合报数位版 看更多精彩的报道